请听哈佛管理学 在这里我们希望用轻松无负担的方式 与你分享最新管理心智 打造属于你的哈佛DNA 大家好我是节目代班主持人 哈佛商业评论全球繁体中文版行销总监Evan 这个星期哈帕的主题是职场让你委屈了 但是HBR当然不可能让你宝宝心里苦 但宝宝不说 所以本周我们将拆解职场委屈的苦情情境 然后跟着哈佛的听众练习 个人应该如何应对 以及知道自己需要什么样子的支援 还有领导者跟组织 可以怎么有效建立措施或者是协助 所以本周的一开始 让我们先从委屈说起 我们每个人都会遭遇到人生的挫折 意外打击 所以会沮丧甚至是悲伤 更甚至陷入低潮 这个时候无论是企业或者是个人 近期有一个非常火红的能力 叫做任性的力量 任性也是人才培育的一大重点课程 可是你理解中的任性 可能有那么一点点的误解 怎么说呢 因为任性其实不是代表坚强面对 或者是毫无动摇 如果您认为一个员工 或者是你跟我有任性 是指无论我们什么情况 都能积极正面努力奋斗 哎呀呀 那么你已经委屈了 请你先认真听一下本集哦 你正在规划去哪里度假 犒赏自己一年的辛劳吗 为感谢哈帕听友一直以来的支持 在这个11月充满感恩的季节 HBR要抽出一名幸运儿 送出新宇航空台北到东京商务舱来回机票 现在订阅一年就有一个抽奖机会 同时订阅纸本杂志加数位版 可获得两个抽奖机会 感恩再加码 登陆发票立即开启幸运转盘抽抽乐 HBR请你喝咖啡 现在就开启说明栏连结 邀请你前往订阅 成为HBR读者 阅读更多管理心知 开拓你的管理事业 帮助你看得更广 走得更远 搭上新宇航空台北到东京商务舱的新宇儿 可能就是你 本篇文章的作者是莱斯大学 也就是新长春藤名校 与美国南方最高学府之一的 这个莱斯大学 里面的丹尼尔金教授 那文章的名称是 解开你对任性的误解 是的 任性 或者是称之为复原力 这个是不是比较好懂 复原 对 也就是即使面对逆境 仍然追求目标 不过小虫日常压力啊 到失去工作或者是失去亲近的人 以及社会环境带来的压力源 例如说疫情 或者是新闻上播出的暴力事件 股市变动 甚至是选举哦 还有过年对话 这在我们东方 其实面对这些挑战 任性都是非常重要的 不过企业目前啊 为了提升员工的任性 而采取的措施做法 大多无效哦 是的 大多无效 大部分的员工的任性培训 成效不张 而且效果短暂 更甚至有许多专家担心 任性会成为一种剥削性 或者是被污名化 和过度吹捧的现象 怎么说呢 正如前纽约时报的作者 帕罗西加尔所提出的 任性经常被视为 老套的自立更生逻辑 它的加强版 在这种逻辑之下 你的成败原因 都归结到你的性格 还有一篇爆红的推文写到 我梦想这辈子 不再被称为有任性 因为我坚强而疲惫不堪 我想要支持 我想要温柔 我想要自在 我想要和我亲近的人在一起 而不是我多么善于面对打击 或者是受到多少次打击 而被表扬 这个Zandash 他也强调说 就是一个 这个爆红推文的作者 他也强调说 这个已经超过个人应该可以承受的范围 这个时候啊 请让我们先了解 你我可能面临的这个任性陷阱 有没有可能阻碍其他人哦 陷阱一 将任性 视作一种人格特质 因为人们在讨论任性的时候 经常认为一个人 若是不具备任性 他就是缺乏任性 是不是连绕口 对非常HB啊 但是确实 本集的话 你也可以思考一下 哎呀 要得到任性这样子的状态 你需要什么样子的支援哦 临床心理学家 艾米阿德勒博士 嘿丢 跟我比较偏向的心理学派 阿德勒 从Family Name 这位艾米啊 将这种缺乏结构性当责的情形 描述为任性的阴暗面 因为在这种缺乏责任感的情况之下 人持续鼓励他们去培养任性 可能会耗损精神 甚至导致身心俱疲哦 所以呢 不要把任性当成一种人格特质 应该看成一种状态 而且这是任何员工都能达到的状态 可是这需要营造一种环境 能够主动促成和展现支持任性 例如说 你的文化 这不只是大看到企业文化哦 甚至是你的团队 你的小组 你的家庭 是否是鼓励彼此畅所欲言 并且呢 彼此会寻找资源来解决各自的忧虑 需求跟想法 以及啊 你的组织是否有一些休假 工作调整的空间和福利的政策 让员工可以充分的应付难关 因为有一些逆境是出乎意料的 这不代表组织就不需针对逆境来进行规划 员工可能无法预料到流产 性骚扰等等 有可能让心理健康不佳的时期 我说的是心理由 对 心理健康不佳的时期 但是组织可以制定政策 预先因应这些潜在的情况 这样子的观点强调啊 是可以提升任性的措施 可是它不能取代系统性的不平等 怎么说 举例说明如果你是遇到歧视 或者是性向 或者是不平等的时候 如果只是鼓励他们更有任性 却不解决 最初导致必须具备任性的原因 这并不妥善 所以更重要的是 组织要可以专注的做到 创造包容的文化 然后呢 协助员工建立个人的资料库 保持活力跟成熟的社会资源网络 同时呢 也制定支持公平的具体政策 以上是陷阱一 要厘清的是 要达到任性这一种状态 除了天选之人 本就可以维持稳定之外 大部分的人要达到任性的状态 需要畅所欲言的团队文化 政策 假期等等福利的资源 还有活力成熟 可以解决忧虑和需求的 社会人际网络 和最重要的就是 支持公平的具体政策 说到公平啊 不仅仅是性别 种族这种大议题 亲近的员工啊 二度就业啊 高阶空降啊 部门转调啊 这都是需要不同的资源 跟引导安排的 那接下来的陷阱 二 遭遇逆境会被指责 因为当人们啊 在平常工作中 感到或者是表现出挫折 焦虑不知所措的时候 往往就会被指责 如果长久以往 又走到更近一步 遭遇到逆境的时候 发生这种遗憾变故 沮丧低潮 这个时候 员工同时要平衡工作 要照顾自身 或者是他人 而感到难以承受 这个并非是缺乏任性 团队要明白 人们可以拥有 复杂的情绪体验 同时 继续为着目标奋斗 组织不应该试图 阻挡负面的情绪 而应该把这些情绪 当作讯号 拿来评估组织内部 是否有问题需要解决 以及如何采用 最佳的方式来支援员工 这些细节都是组织 提升任性的有效措施 那文本中更进一步提到啊 团队领导者 可以自问三个问题 来指引和建立 任性的措施 不过这需要深度的现状分析 和具体的执行政策 拟定来加入其中 所以欢迎哈帕的精英们 点进说明栏中的原文 组团 一步一步规划起来吧 本周的职场 让你委屈了第一天 先协助各位建立起 正确面对委屈的状态 任性 而明天会带来是 如果你在职场当中啊 中过招 过劳 霸凌 有毒环境 怎么要怎么放下呢 最后感谢你的聆听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你订阅这个podcast 并且到说明栏点击 加入成为我们 请听哈佛管理学 好好的听众 接收第一首消息 谢谢你的收听 我们明天再会 现在就注册HBR数位版会员 每月三篇文章免费阅读 与世界一流管理接轨 阅读更多管理大师的精彩观点 现在就开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